第1498集 还愣着干什么 拖出去 画上牌子 于家人于狗 不得进入 哦对了 把张家也写上吧 叶浩轩想了想 他觉得梁佩山对他姑妈的一家 也是不太喜欢 也正是张月这一家 把于成东介绍给他的 所以他对他姑妈的一家 恨到哪种程度 那就可想而知了 员工嘛 总要试试的了解一下 你的老板需要什么 这样才是一位 真正的好员工嘛 一群人一涌而上 堵着这个女人的嘴 然后把她给抬出去 说真的 张月以前仗着身份 可没少在粮食糊来 这里的员工 主管以下级别的 在他跟前就跟奴隶差不多 尤其是这些保安 他平时最看不起的 现在大家架着他出去 然后像丢垃圾一样的丢出去 那感觉就甭提有多爽啊 厉害啊 我相信老板 现在肯定在看着你啊 你的一摔 直接摔到老板心壳里去了 等着升职加薪吧 叶浩玄半开玩笑的说 那么 我的上司 我是不是要接受你的潜规则一下 让我自己爬到更快一点 灵霄难得的和叶浩玄开了一个玩笑 这个不必了 真的不必了 叶浩玄哭笑不得的说 在公司里溜达了一圈 然后叶浩玄便离开了 反正他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 有事就办事 没事的话找个机会就溜走了 来到唐冰下榻的酒店 只见唐冰跟前摆着厚厚的一堆资料 这些资料 无非就是曙光医院这些年来的账目 唐冰居然亲自上阵 他在查看这些账目 看起来 他在这里对着这些东西 已经奋战很久了 这些事情 不是会计做的事情吗 叶浩玄有些不解的问道 本来是我会计做的 但是他做出来的账 我觉得有些不满意 而且还我的账 驴头不对马嘴 所以我就亲自上阵来看看 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唐冰一边翻看这账本 一边道 能有什么问题啊 叶浩玄苦笑道 你是不是有些太敏感了 或者说你的压力有些太大了 压力不大也不行啊 唐冰放下了一本账目道 现在曙光医院快要走向世界了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关键的时候 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我们呢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看着我们 希望我们出丑 所以呢 越是这个时候 我们越是不能掉以轻心 护城分院出了这档子 已经有人看笑话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才行 说的也是啊 但你身边没有信得过的人吗 叶浩玄问道 目前没有 这个会计本来是信得过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他有些问题 而且我一直把他当作亲信 不管什么事情他都清楚 比如 你这一次来这里 他也知道 叶浩玄问道 不错 这一次我来这儿 他也知道 唐冰微微地点头道 而且知道的人不多 彤彤知道 但我相信 他绝对不会和那些人搅在一起的 护城那些人 也收买不了的 所以你就怀疑你的会计了 是的 这一查 还真查出问题来了 唐冰指了指账本 本来看起来呢 这些账做得天衣无缝的 但是我一查 倒查出来了不少的漏洞 我这人天生不会做账的 叶浩玄苦笑的 你要是让我做账 我保证能做得乱七八糟的 但是你的专业 貌似不是这个棒 可是你怎么能做得这么好呢 自学的 不行吗 唐冰得意地看了叶浩玄一眼 看你以后还敢小瞧我吗 我什么时候小看过你 我敢吗 叶浩玄笑了笑道 在我眼里 你可一直都是高冷的女神呢 只能远观 然后你就想办法把我给睡了 是吗 唐冰摆了叶浩玄一眼 你们男人就这么龌龊 貌似 也挺主动的吧 叶浩玄一头黑线 滚 唐冰瞪了叶浩玄一眼 然后又一头扎住了那一堆厚厚的账本中去了 我说你能不能休息一下再来啊 叶浩玄苦笑 我上着班偷跑着过来看你 你居然连里都不理我一下 你这样真的好吗 你还是回去勾当你们家大总裁吧 唐冰头也不抬得说 我最近几天要把账目给对上 然后我还要弄清楚 他们到底有多少窟窿没补上 该抓的抓 该警告的警告 总之不给他们留一点余地 一点葫芦也不留 这样真的好吗 叶浩玄犹犹豫了一下的 做人留一线呢 不留一线 唐冰摇摇头 不能向犯罪分子妥协 我们曙光医院可不是他们乱来的地方 吃进去多少 他们就得给我吐出来多少 你们女人 就是喜欢乔治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这样了 抓一批告一批 给他们底警告就算了 叶浩玄苦笑 我这就是在杀机给侯看 唐冰认真地说 如果这一次不从严处理的话 那以后我们将会寸步难行 华夏某些法律 为什么屡屡有人处罢 那完全是因为犯罪成本太低了 食品造假的 诈骗的 还是打击的力度不够 所以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们 太猖狂了 医院是同样的道理 我可不给他们一点机会 因为我清楚那些人上脸 你要是今天给他们一个机会 以后啊 其他分院都这么干 那我还不得累死 唉 总之 水至轻则无余 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懂 这个道理我当然懂 唐冰微微地一笑 但这一次必须从严来办 否则的话 让其他人一笑访 那就麻烦了 这个倒也是 叶浩玄点头 那查账这些事情 你也没有必要亲力而为吧 要不找一批专业的精准人才 去看看 没那个必要 这里面动手脚的痕迹 挺明显的 我这个非专业人士 一眼就看出来了 而且账务这种事情 还是自己去办比较放心 交给别人啊 他们会乱来的 好吧 你真的够认真的 叶浩玄苦笑了一声 那你也要注意休息 别太累了 看你的样子 至少二十五个小时 没有休息了吧 我不累 你给我的药一直带着 困的时候吃一颗 很精神 唐冰笑呵呵地说 那些药只是一时的 叶浩玄苦笑道 长期下去也会顶不住的 你别弄了 现在休息 哎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你这么多话呢 唐冰悠悦地看了叶浩玄疑 但他还是把手里的东西 给放下了 听你的 我现在听你的 行了吧 我的大爷 唐冰无语地说 亲 我这是为了你好 吃点东西 然后你睡上一觉 把精神养足了再说 叶浩玄笑了笑 别累坏了 行了 我知道了 哎 叶浩玄 我今天怎么才发现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呢 唐冰直跺脚 他有个习惯 那就是忙起来的时候 不喜欢外界有人打扰 可是叶浩玄偏偏 就是站在他的身边不走 好了好了 我也来看过你了 我该走了 叶浩玄竟闹得差不多了 他才吓到 行了 我先离开了 有什么事情 再给我打电话 大爷 求求你了 赶紧离开吧 你在这多待一会儿的话 我的思路都要被你打断了 唐冰双手核实 他真的恨不得 把叶浩玄一脚给踹出门去 感觉像是被赶了出来 离开了酒店以后 叶浩玄自言自语地说 他拿出手机 只见上面有一条未接电话 是安宇竹打来的 安大明星 有事 叶浩玄回拨了过去 打你电话 怎么不接呢 安宇竹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 我打别人的电话 还从来没有人敢不接过呢 我手机静音了 刚才没有听到 不好意思啊 叶浩玄苦笑 他以前可从来不知道 安宇竹是一个 这么自来熟的人呢 抱上你的方位 我现在派人去接你 方便吗 不方便也不行 我后天就要飞走了 再不见我 你以后再见我可就难了 这么急啊 你不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吗 叶浩玄有些诧异 我倒是想多待啊 安宇竹有些遗憾地说 但是现实条件不允许我这样啊 我在这待的时间已经够久了 公司已经催了不止一次了 再待下去 老总都要发飙了 我也只是一个打工的啊 你完全有做老板的资质啊 叶浩玄笑了笑 你在哪里 报个方位 我去找你算了 不用麻烦你的保镖了 免得再闹出来什么绯闻来 那好 你来动物园找我吧 互称野生动物园 你去那里干什么 叶浩玄不解地问道 看动物 对啊 看动物 据说这里有国外野生动物展会 好多动物都是从国外空降过来的 我过来看看 那些老虎和国内的有什么区别 都那个样 没有什么区别 行了 你在那里等我吧 一会儿我就过去了 叶浩玄掐断了电话 搭了一辆车 便向动物园赶去了 沪城的动物园 原本就是国内 十大知名的动物园之一 每天这里迎来的游客都十分的多 而且动物园与传统的动物园 有些不太一样 传统的动物园都是人看动物 动物在笼子里被人观赏 但是在这里恰恰反了过来 那是动物看人 这里有着特制的观光车 在观光车里面坐着十分的安全 你可以轻轻松松的坐在车里 逛遍整个动物园 到了动物园的西门 叶浩玄找到了安宇竹 在私自外出的时候 安宇竹始终都是那么一副大扮 一副很大的墨镜 以及一顶大衣帽子 那更是他的标配 我怎么有种感觉 我觉得你出行一趟 怎么跟做贼似的 看着安宇竹这么一身打扮 叶浩玄有些哭笑不得的说 的确 明星有些时候出门 是不大方便的 就像是上一次 那个狗仔队差点拍到 他一拍到不打紧 以后各种绯闻就会被吵起来 所以有些时候 明星的私人空间真的很少 尤其是有些明星 一天24小时 恐怕都有人蹲守着 出门打个酱油 都有可能被抓拍下来 然后被某些无良的杂志社 想办法给推到风口浪尖上 你还真的说对了 有些时候 我们出门啊 其实就是和做贼差不多 安宇竹向叶浩玄诉苦道 我们这些人啊 平时连一点私密的空间都没有 你是不理解 我们到底有多苦哎 行了 我现在理解了 你也不用向我诉苦了 叶浩玄笑了笑 走吧 进去看看 看一下这里的动物和其他的地方 有什么不一样的 嗯 票已经买好了 全缘由 安宇竹拿出了两张票 你为什么不让你的经纪人陪你一起出来呢 叶浩玄哭笑不得的说 你是不是看我是免费的 用着顺手 所以每次都来找我呀 你还真说对了 我就是看着你用着顺手啊 所以看你没事就叫你过来玩玩 怎么让你陪着本大明星 你难不成还不乐意啦 安宇竹白了叶浩玄一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場——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往你发现 精神li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